影片《流浪地球》由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未来太阳即将毁灭 人类为了自救 在地球上安装行星发动机 设法将地球推离太阳系 前往新家园的故事 在昨天的《流浪地球》纽约观影见面会上 导演郭帆和制片人龚格尔 也同现场民众一起分享了影片制作的《目前幕后》 当然这个影片从05年中旬到今天是4年的时间 一直到大年29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在调整最后的版本 我们跟好莱坞的工业差距有很大 我们在拍摄中大概会差25到30年 那么特效稍微好一点 特效部分我们差大概10到15年 所以对于所有的有开拓性的 改于迈出这一步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 都是值得我们鼓励的 我们经常会嘲笑说五毛线特效 如果这个五毛线特效 是认认真真去做的话 我们也要鼓励 导演郭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少年时观看多位顶级导演的佳作 让他萌生了未来制造科幻电影的想法 在《流浪地球》中 刘培强 韩子昂等角色 体现了东方文化中 对于亲情和家庭的理解 带来更多不同于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感觉 卡麦龙 对这就是我当年因为15岁的时候 我就因为看了卡麦龙的那个《终结者2》 所以决定我要去做一个科幻片导演 我觉得是他在我心中埋下了一个想去做科幻片的种子 刘培强这个角色 就是吴敬老师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父亲 然后这个角色也更多的灵感来自于 我对父子关系的一个认知 包括我父亲对我 以及我对我儿子这种父子关系的认知 该片自《农历新年后》在中国和北美上映 到目前已在中国取得超过43亿人民币的票房 在北美也取得超过400万美元票房 为5年来中国电影的北美最高票房 都是我还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调研 就是看看观众对现在这个版本的这个影片 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 然后我们根据这些经验教训 我们总结完之后 然后再去规划下面的计划 郭帆表示 《流浪地球》原著有着宏大世界观 未来或许会有续集 对此最兴奋的要素该片的影迷了 我觉得这次这个科幻片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这次我是专程从博士顿赶到纽约过来这边 然后这也是第三次刷了 前两次一次 我是过年的时候刚好回家 然后在家里面刷了一次 然后在上海赶飞机之前刷了一遍 然后来这儿看到了主创团队 然后又刷了一遍吧 跟郭导互动了 然后我本人是非常兴奋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和蔼 我反正是跟他的沟通是很开心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